艺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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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台北,欢迎您 2010年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那我们今天这个专场呢 讨论到的名人藏家 用收藏作为知音行动 这个部分我们邀请到了 大影建设 大影开发的创办人 张玉能董事长 张董你好 Vivi好 各位听者大家好 好大家可能 不管是对大影开发 还是张玉能董事长 都比较陌生一点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大影开发的创办人 张玉能董事长呢 他是以建筑文化创新者为使命 而且呢 他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艺术舱家 在2011年 他在台北的红树林区 创建了Artbox小美术馆 拥有为数众多的张贤二作品 还有其他知名的当代艺术馆藏 期待呢 可以融合人文艺术跟建筑之美 不但启蒙 还想要分享普及对于美的欣赏 张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是 听你描述我觉得也非常美丽 是因为我知道现在房地产建设 其实在台湾应该还算是一个 越来越普及的一个行业 可是很少有人把它跟美跟艺术 做一个完美的连接 是 那我们今天董事长是第二次接受 我们在Art台北的 Live Podcast的访问了 去年张董也跟我们分享了一系列 关于江贤二还有小美术馆的故事 是 对 那今天是台北一博的第四天 我们首先能不能请我们的张董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天逛我们的Art台北 有没有什么观察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Art台北是一个台北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我现在在窗外看出去 看起来很多不像台湾人的一些看重 所以它是代表台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活动 那这个绘画呢 今年因为30周年 可能比较扩大举行 COVID-19大家都过了 所以今年除了台湾的画廊之外呢 日本、韩国、美国、欧洲都有 中国画廊也来 今年是一个非常丰富 比较多元 展场也比较大 是非常丰富 非常欢迎大家来 我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很兴奋 好像办这种做就 大家聚在一起 台语说做就跟庙会一样 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在今年的展品风格上 董事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可以让还没有到现场来的听众们 有一点点 真的啊 那我也要去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我想看这个艺术展览 它应该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不是偶尔临机一动 你应该每年都来看 应该每年都来 下午会下走的东西 都以前看过了 以前有什么想法的 隔一年再看看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才可能收藏 你不可能第一次就了解 那第二次就可以了 所以看展览是你开不开心 喜不喜欢 而且视觉艺术呢 很少所谓懂跟不懂的问题 因为艺术跟物理化学不一样 跟数学也不一样 它是让你感受的 不是让你懂的 而且艺术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媒介 你很难透过语言或者文字来形容 形容当然是一种方式 但是具体你看真正绘画的东西 跟透过文字跟语言以后呢 其实它都变了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这好的艺术品的累积呢 是要训练你的眼睛 训练眼睛 看看评论 艺术史有空可以多读 为曼张董说 我其实也是这一两年看了 应该有七八档的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 我最近也开始决定要构藏一些藏品 可是你真的要多看多了解 你才会有想要收藏的这个冲动 那其实去年张董我们在节目中有分享了 您有非常多江贤二的作品 那甚至有一个小美术馆 里面有非常多的展品 那一年时间过去了 您最近有什么新的收藏 或者是风格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一年过去了 我江贤二作品没有增加 还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因为我捐回台东江贤二的美术馆 有一次江贤二先生 到我的小美术馆看看 那是有一点小型的回顾展 因为我收的量跟时间够长 可以做一个小型的回顾展 他说张玉能啊 好东西都在你这里 然后他看一看一幅画 红色的很漂亮 他说张玉能啊 这幅画我可不可以跟你买回来 他想要买回来 我心里想买回来 我到底是以前跟你收的价钱买回来 还是现在新的市价拍给你 当然我想到他卖给我 他心里想的一定是 他以前卖给我的价钱 我想既然你要买回来 我说你自己画啊 你自己画啊 他说艺术家 过去那一段以后 你重新再画 他说他有试过 他画不出来 真的 他自己试过 他画不出来 他觉得 这幅画他心里很想要 然后又想要跟我买回来 但是我用新的价钱 变成我欺负他 用旧的价钱我舍不得 我干错 我就送给他了 而且在我小美术馆 也是和公众来观赏 到台东 他的美术馆 也是观众来观赏 当然他现在持续创作 他创作是现在这个阶段 但他要完整的美术馆的陈列 他以前历史的过程 但我那个时候的作品是很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我捐给他 反正也是给大家看 给大家欣赏 我其实没有损失了 只是在这边随便碎嘴讲一讲 可是对于江先生来说 可以碰到这么喜才得 算是长假 他觉得应该心里很感动吧 应该有吧 就是那么好的话 大家都觉得很好 他都想买回去了 所以江先生台东的美术馆 一直有进度 明年就可以全部都完成了 江先生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都很关心 我关心他 也是代表关心台湾的意思 因为他对我来说 他是台湾很重要的资产 就像是张周摩先生 是台湾很重要的资产 对我来讲 台湾很重要的资产很重要 他是我们共同的资产 他能够需要帮忙 很多企业就是在帮他 他自己也是 常常对社会付出 他艺术家的关心 那既然江贤儿的作品 不幸的少了一件 那有其他的新收藏吗 对我后来收藏了 档若宏一些作品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 没有特别大名字的 因为我收藏艺术品 有的是自己非常心仪的 大部分都很贵 另外第二个 因为我做建筑行业 有时候某些样品屋 某些空间可以展示的 那是工作上的 另外第三个 我对年轻有潜力的艺术家 我会尽量帮忙 所以每年我都会分三种不同的类型 不同的收藏 当然鼓励年轻的艺术家的 花价比较不会很贵 但是买了也很开心 看到年轻人需要收入 我们在世界上生活 不管你是看他是大的生意人 大家做事情 其实生命中好生活是永远最重要的 活得下去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党若宏是今年才开始的新收 去年就开始收了 那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要收他的作品 党若宏其实都有一些缘分 因为他在美美馆展过 他美美馆展的时候 他也展了不少画 他的画风就很独特 是现在世界上色彩比较多 而且抽象跟具象之间 比较自由 他那种绘画跟以前 我们讲西方的透视法 一定要这边看过一点透视 那种非常规矩的 也不一样 他有基本的绘画的底子之外 他一点想象力 那再加上党若宏 他对时代的破底能力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有点像春上春树写小说 对时代的关心 而且切入点很有意思 所以看党若宏的话 你要认真地看小地方 不要漏掉 他要把一些他的意图 藏在小的地方 我是觉得很有趣 当然绘画本身 它不是讲道理的 视觉艺术是一种构成的能力 包括色彩构图 那种touch 笔触等等 它是整体的能力 所以这个跟雕塑 它是一种手上跟眼睛的能力 那我注意到江贤仁跟党若宏 都是台湾的艺术家 董事长对本土艺术家 有特别的亲友独钟 因为我在北京工作过 那其实北京最火的艺术家 我都认识 是 中国比较重要的艺术家 我都认识 也都很打交道 但我觉得台湾的艺术家呢 很真诚 基本功很好 但台湾的艺术家 最大的问题 太客气 太客气啊 对 他们太含蓄 艺术你要让人看得到 还是有点霸道了 那台湾的艺术家呢 东西不敢做得很大 然后太客气很可惜 所以太客气很有潜力 很好的艺术家 我就会想办法让他不客气 是 那我相信张董应该接触蛮多 就是不管是北京 还是台湾的艺术家 您有观察到他们 除了太客气之外 有没有风格上 或是做法上 很特别地域性的一些特色 台湾的艺术家呢 基本还秉持着 比如说我们电影 和小权啊 李安 对人的关系很重要 那大陆的艺术家 因为他们的题材 比较内容 比较窄 因为政治管得紧 所以华众取宠多一点 而且偷偷地操世界上的 其他的大画家的 痕迹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还是 因为艺术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真诚 台湾艺术家是非常真诚的 只是太客气而已 是太客气 所以台湾艺术家们 不要这么客气 是不要客气 要大胆一点 对大胆一点 是那像董事长 您像作为名人厂家 收藏这些产品的时间 有多长 欣赏的时间很长 有能力收藏 也大概20年之内了 我很年轻 20几岁就开始看话 我今年68岁嘛 也看超过40年 所以台湾有艺术市场 从租民的崛起 很多艺术家的崛起 我大概都在观察他们的变化 对很多听众听租民 好像是一个历史人物了 但是同时 他在崛起的过程 我全程都有在观察 观察时间很久 但后来才有钱 可以买一点画 现在可以买更好 更大的画 是 那像您这样的名人厂家 是怎么样决定要构藏 什么样的藏品 当然你自己要喜欢 那很多人 最近常常我到哪里 都人家问 你20几年前就收江前二 最好最大都在你那里 你怎么知道要收他的 好像先知一样 其实我当时收江前二 是第一个 它是很珍贵 那我觉得收藏不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种素养 素养是靠累积的 那你美术馆要多看 艺术史要多读 另外一个东西 你要很诚实的感受到 你对画的感受 那江前二的话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心理感受跟看到反骨差不多 真的啊 对 感受很明显 它就是给你一个touch 震撼 然后好几次看 其他的画也一样 这就是好艺术家 当时也没有名 也没有这个专业人协助你 没有 如果专业人那么准的话 他的画早就被专业的 专业的收藏家 或者画廊买去了 都没有 那时候江前一也在讨生活 你对我意思吗 其实每个人都在讨生活的过程 但他的创作力 最辉煌的时候 可能展览不够多 大家还没有市场 百分之百的确立 一件事情要百分之百确立 那是一辈子的事 那我其实也不是想说投资买他的会涨价 因为我买的话就不会再卖了 了解 我的经验 买画跟我盖房子都是记录我生命的一些过程 所以当然是买画后来价钱变得很高 但是我也不会卖 捐助器很贵 我也捐了 他也是记录你生命的一些历程 能够对台湾做一点事情 而且又很爽 何乐不为 那你从欣赏画到已经 这个是范古等级的艺术品 这中间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在训练眼力呢 眼力是慢慢累积的 曾经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准确 因为他有一点跟随 这个画很像谁的话 你觉得不错 刚开始满画会有这个过程 这个画很像范古的笔触 但其实都是超的 你觉得不错 当然刚开始会失手 然后后来美术馆 你看多了 艺术史看多了 还有一个 买艺术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艺术家 第二个是艺术品 我很少买那种过世的艺术家 我喜欢跟他一起 共同呼吸 共同生活 共同理解的艺术家 我跟江晴儿是好朋友 我们共同探讨电影 探讨音乐 共同探讨生命的很多东西 然后对生命的态度 诚恳 他是真正的艺术家 是 那技巧跟生命也在升华 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关怀 它的格局很大 它不是做某些这种 而你情长的东西 它真正是对生命的关怀 那个宏大的scale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艺术品要它的宏伟 是来自于你的内在 你内在的宽大宏伟 作品自然会呈现 它技术不落俗套 别人的话可以仿造 江晴儿的话别人仿造不来 完全是独家他自己的画法 他大概很自由 让绘画自己先跑 自由先跑 然后他慢慢再来收拾到他要的地步 这个在说像绘画里边 他要相当的随机 但是又要能力把它抓回来 这种画呢别人要抄都抄不来 非常独特的 艺术家必须要有那个眼界跟格局 那个画才有空间跑 最后艺术家就把它收敛 对 进他的艺术 他的画让他自由跑 他的画你别人要抄很难嘛 是 所以你不可能那么有想法 先让画跑某个程度 因为他的画是在地面上画的 那地面上他画可以让画的那种原料 流动性 让他流动 流动他控制又自由之间 然后慢慢的让他成型 所以这种画呢 有点像Jason Pollock 那种挥傻的话 但是他又控制他到他要的东西 在自由与控制之间 所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种平衡 很好的平衡 所以看江秦二的话呢 起码我们如果讲英文的话呢 就是Harmony 他非常和谐 然后又独特 那很特别 然后我有注意到 其实董事长旗下建设公司 不管是展示屋或是成品屋 很多建筑空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艺术作品出现在里面 我觉得空间跟他的艺术品之间 要互动要对话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耶 你今天觉得说 我今天要把这个放在我家的客厅 可是你真的买回家放了之后 发现不太和谐 不知道您是怎么样抓到那个平衡点 OK 绘画其实是在艺术史里面 它是为空间服务的 它总共用空间摆嘛 为一个建筑服务 是 严格讲绘画是为建筑而服务的 但是呢 现在绘画的尺度呢 有的很大 所以已经不只是说你眼睛去看那个画 你手跟眼之间的距离 那好的画自从Jason Pollock Mark Roscoe这种非常大型的抽象画以后呢 其实好的画会让你感动 它创造出一种心灵的空间 它会出来 因为它的尺度很大 跟你身体会引起共鸣 它是一种共振的效果 那共振的效果 你要找这种好的画家 让你能够很和谐又很独特 带你到独特的情境里面 其实有一点像听贝多芬交响乐 听马勒是一样的 它会带你到某个地方 所以绘画不只是看绘画 它其实是跟空间的共鸣 那我是做建筑的关心空间 其实我的小美术馆 我想很多人看过 没有看过了 赶快找时间去看看 其实在我那边看画 会有独特的感动 是因为我们对空间跟绘画之间 有比较独特的处理 包括灯光 所以我会让绘画把它抠起来 引起好几幅画 跟你身体产生共鸣 不只是手跟眼在看画而已 所以到我小美术馆看画 虽然我的美术馆名称叫小美术馆 但其实我的画很大 很大 非常大的画 是 那刚刚其实我们的张董 一直提到我们的小美术馆 非常欢迎大家 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 那其实它是在红树林区 里面有很多江贤二的作品 也有一些当代艺术的馆场 不过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您好像在信义区的大营 亲厚的豪宅建案 你的客户接待会馆 你也结合了美术馆的概念 对 最近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刚好在信义区 一个很好的地 盖小豪宅 房子不是很大 但是很漂亮的房子 那刚好我手上有一些话呢 我就想红树林比较远嘛 不方便去了 我就搬到信义区了 如果这个展览完了以后 你想看好的话呢 可以到我的叫大营亲厚 亲厚就是Young Queen的意思了 亲厚 然后到那边看看 我这一次那边会展出 有雕塑 还有绘画 那我把我认为华人最好的抽象画家两位 一位是赵无极先生 一位是江贤二 他们各自都曾经创作过 一个四幅画叫做Four Seasons 四季 对 那赵无极地位很高嘛 所以赵无极有让一指 他是持黑子让一指 因为赵无极出来的是版画 那江贤二是油画 然后在底部呢 一个很大的江贤二的银湖系列呢 在那里把它撑住 大家看我的画呢 除了看画之外 可以观察空间 所以空间是一种美感 很多画在我那里特别漂亮 特别有感受 其实空间有它的魔力的 空间跟艺术品之间的对话 对话 结合 是 如果说你今天买了艺术品 回家不知道要怎么摆放的话 其实我们也还蛮建议 您可以到小美术馆 或是直接到信义区的大营亲厚 看看我们的建筑专家 是怎么样让空间跟艺术品可以对话 对的 因为我到全世界看很多很多的例子 很多很多案例 对国际上的所谓美术馆这些 曾经有一个演讲两个钟头就谈到美术馆与音乐厅 所以我在全世界的很多那种展览的方式的空间 我都很认真的研究过 那这样我们如果想要去参观大营亲厚 我们需要预约吗 还是说 大营亲厚它是售楼的地方 你进来打电话预约也可以直接走进来 还有很香的咖啡可以喝 天啊我一定要去朝圣 欢迎欢迎 是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想要询问我们张董 对于一些刚想要起步收藏的这些藏家们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他们起步的门槛不要这么高 然后不要觉得艺术离我好遥远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 像这一次的展览 刚刚说了 我有收藏一个年轻人 他是研究生 明年要毕业了 研究生的画 年轻人的画就是不贵 所以买画对我来说 我没有办法指引说买什么画会涨价 因为你自己喜欢 就是你买画对我来讲是某种命令 因为除了喜欢之外 它有某种意义 我非常欣赏江情恶 那艺术家呢 其实天分最重要 很多艺术家都很努力 但天分不到那里 还有一个内在格局那种诚恳诚实 然后关心社会也好 关心人类 这些都很重要 那艺术品不一定要说一些稀奇古怪的 大家想艺术家就有点稀奇古怪 其实不是 艺术家是非常诚恳 非常包容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如果对于这些新厂家 如果说你不要这么快考虑它的市场性 而是专注在它的艺术性 对 而且呢 大家要每年来看艺术展 你看到以后你不确定 你明年再来看还会看到它 慢慢的看了几年你就会确定了 大家钱不用急着花 多看多读书 艺术史要读 多看多读书 台北好的美术馆有展要去看 来看到喜欢 其实你不用马上下手 每年再来看 又看到它了 你喜欢了 你慢慢再下手 所以每年都看慢慢熟悉 确定说它是有想要持续在这个市场上努力 对 绘画的收藏跟创作一样 它都是累积的 不是那种随机的灵感 不可能的 那如果对于一些新锐艺术家 他可能刚进入市场 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必须也要蹲久一点 要耐得住寂寞一点 对 所以艺术家的考验是一辈子的 我以前买一些年轻的是鼓励的氛围比较大 让他的画觉他努力 还有人收藏 而且对一些艺术家来说呢 我的收藏是有意义的 是一个懂艺术的人收的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尽量去鼓励年轻人 好 我们非常感谢张玉能董事长到现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新医区的大影亲厚 大就是大小的大影 是隐藏的影 亲是青色的亲 厚是皇后的厚 现在新医区其实蛮紧的 是的 那如果是小美术馆的话呢 就在我们的红树林区 对 那欢迎各位呢 可以持续追踪我们中华民国幻影协会的Podcast节目 艺术新鲜艾台北LiveTalk 那我们下一场见咯 拜拜 OK谢谢 拜拜